联合国谴责违反人权 北韩呛 动和舞 活在北韩过得到底是怎样的生活呢 大规模饥荒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缺乏居住和迁徙自由 住处和工作地方都由政府决定 没有官方允许还不能离开故乡 如果变成政治犯就要面对拘留 酷刑审问甚至处决的命运 针对种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欧盟发起的北韩人权谴责案 前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 要求安理会依侵犯人权罪名 向国际刑事法庭对北韩领导人提出控诉 将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解决不了问题 北韩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则激愤开呛 就是强迫我们日后无需克制进行核子测试 动新闻综合报导